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古典名著西游记被搬上了一幕 电视连续剧一经播出 那是轰动全国 特别是剧中一些如同仙境一般的外景 更是让观众既惊叹又好奇 惊叹的是世间竟会有如此的美景 好奇的是这些美景究竟在哪呢 西游记 其中这些外景的拍摄地是四川九寨沟 说到九寨沟啊 肯定有很多人都知道 甚至是去过 但这处人间仙境被世人所熟知 还经历了一段传奇故事 这一部老旧的相机 珍藏在中国科学院的成都生物研究所里 没人能够知道 这部相机定格过多少张画面 拍下的这张看上去极为普通的照片 隐含着的却是中国一大批有时之士 近十年的奔走 1970年 印开普等三名科研人员 进入了位于四川省北部 一处叫九寨沟的密林中 进行属于植物资源调查 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好像在外边 外边那个地方有个孩子 当时有两条死灰岸的一个根 沉在水面下的 大概有个一两米左右 等于在房屋中 好像你感觉到 是不是像恐龙一样 在水里面有动一样 一条恐龙花石 我当时真的还发生了错觉 我会不会看周围的这个原石森林 我会不会恐龙从里面钻出来 旧寨沟奇幻的美景 令印开普等几名工作人员兴奋不已 但同时 从临间传来的巨大电锯声 也让他们无比担忧 九寨沟的自然环境 如果遭受破坏 原始森林植被将在短期内 无法修复 一条条河流将被淤积的泥沙堵塞 这片人间仙境 可能会当然无存 怀着急切的心情 印开普等人搜集了 有关九寨沟的详细资料 分别在1975年和1978年 两次进行了实地考察 并用研究所唯一的一台相机 为九寨沟拍下了第一张彩色照片 1978年 由印开普起草的一份 关于建立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的报告 放到了当时中国科学院 成都分院副院长马石图的桌子上 文中既有对九寨沟瑰丽绝伦的自然风景 珍惜丰富的动植物的描述 也有那张照片 短短三个月之后 报告得到了批复 1978年11月30日 九寨沟临场全面停止采伐 12月15日 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九寨沟自然保护区 即便是成为自然保护区 那时的九寨沟依然是藏在深山人不知 直到电视剧西游记面试 这处人间仙境才逐渐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1991年 国家将九寨沟 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申报名单 为此联合国世界遗产审查专家卢卡斯来到了九寨沟 他深深地被九寨沟的自然美景所征服 并对九寨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92年的12月14日 九寨沟无可争辩地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对于普通人来说 九寨沟是一处旅游圣地 但对于地学专家来讲 九寨沟则是一处具有 奇高科研价值的宝地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然山川与人类生活交相辉映 共同汇就了这幅美丽的画卷 这个现象让万新南一直在思索 这片弧形区域里 为何会聚集如此众多的自然和人文奇迹 彼此之间会不会有所关联 这种奇特罕见的现象 与我国地势第一二级阶梯 造成的地形地貌变化 又是否存在着联系呢 为了解开这些疑问 不久前万新南再次踏上了科考这一路 地理中国设置组随同前往 一行人从成都出发 行进了大约四百千米 来到了九寨沟的渣如寨 恰巧遇见当地的藏族村民在跳锅庄舞 她们在这里 最后一天 这一天 这一天 扎西琢磨从小生活在扎儒寨 以前每逢节日 他都会跟着村寨里的乡亲们 一起跳锅庄舞庆祝 可自从考上大学去山外读书后 扎西琢磨在家的时间变少了 村寨的一些活动 他也无法参加 因下正值假期 寨子里的锅庄舞聚会 他自然不会错过 在跟让摩佐认真复习的舞步后 两人赶往锅庄舞的聚会地点 国庄舞又称为火灼歌庄党 藏语的意思为圆圈歌舞 舞蹈时男女各排半圈拉手成圆 由先慢后快两段舞组组 舞者手臂以撩甩晃为主 变换舞姿 古代的捉舞 作用于祭坛 蒙世 宗教等仪式活动 人们认为 通过舞蹈 能够把祈求祝愿 传给神灵 同时还可以得到神灵的感召和庇佑 如今 生活在松攀 九寨沟 茂县等地的藏族百姓 每逢葬礼新年 或某些庆祝活动 都会跳起锅庄舞 万新男教授告诉考察组 锅庄舞在这一区域内如此普及 是因为这里紧邻 藏腔移走廊 藏腔移走廊 是我国历史上以藏腔移系统的 众多族群先民为主体 纵贯大西北和大西南的民族迁徙通道区 由于该区处于四方文化交汇之地 地理环境复杂多样 对外交通不便 形成和保留了丰富多彩 各具特色的多元民族文化 而郭庄舞正是在多民族文化交流过程当中 留存下来的宝贵遗产 九寨沟地处民山深处 竹井区为三条沟谷 这三条沟谷呈道外形分布 东侧叫泽茶蛙沟 九寨沟最大的海子长海 就位于泽茶蛙沟的上部 九寨沟西侧的沟谷叫日泽沟 这里有着数量众多的海子 最为知名的有建筑海 熊猫海 五花海等 泽茶蛙沟和日泽沟交汇后向北延伸 形成第三条沟谷 树正沟 在这外形沟谷内 分布着九个藏族村寨 故而被称为九寨沟 虽然只是深秋时节 但由于九寨沟位于高海拔地区 气候依然十分寒冷 考察组进入井区时 刚刚下过一场雪 在雪山的映衬下 沟谷内大大小小的海子 有的如冰雕玉器 有的似人间摇池 借着冬日阳光的抚慰 九寨沟的每一寸水土 都在尽情舒展着自身的活力 点染着自然的绚烂 漫兴南教授带领队员们 首先来到两条主要沟谷交汇的五花海 万教授说 五花海和位于泽茶蛙沟的五彩池 是九寨沟众多海子中的精粹 这里集中了九寨沟各种多变的色彩 被誉为天然的调色 这个腹底我们看到的颜色是一种淡蓝色 这个淡蓝色的实际上是一种盖滑橙漆 万教授告诉队员 钙滑是喀斯特地区地下水中的钙离子 溢出地表后 因温度压力的改变 从中吸出的覆盖化学物 它有一个化学过程 对 有个化学过程 用到水里头以后的话 当这个太阳一晒就加温了 加温了这个二氧化碳 那就放出来 放出来就变成碳酸钙了 碳酸钙就是固体 就沉淀下来 就形成一层宝底 那个蓝白色 蓝白色的那种 就淡蓝色那种东西 万兴南教授进一步解释 盖滑只有保存在 未受污染的洁净透明的水下 才能显现出醉人的色彩 一旦脱离水环境 便显得毫无生气 看着酒寨沟中 由盖化形成的美景 记者心生疑惑 卡斯特地貌 在我国西南地区分布广泛 如桂林山水 云南石林 都是典型的代表 可那里 为什么没有形成 酒寨沟这样 威力奇特的景色 万教授说 处于亚热带的云贵高原 年均温度在15摄氏度以上 夏秋湿热时期 气温在28至33摄氏度上下 降水量超过800毫米 水量丰富 日温差不大 起卡斯特地貌 只容时 坍塌 冲刷 搬运 共同作用的结果 盖滑景观 更易于在温度较低的 地下行程 与云贵高原相比 酒寨沟所在的区域 被重重大山包裹 高达4000米的雪峰 随处可见 不仅如此 受喜马拉雅运动影响 酒寨沟所在的 泥山山脉 成长快 年代新 虽有二叠系 石碳系 灰岩基底 但是 特殊的地理环境 与特殊的气候条件 使得该地区 未能发育成典型的 基岩 喀斯特地貌 如灰岩洞穴 岸河等 而是以高山寒洞 风化为特征 依赖灰岩基底 以特殊的水动力条件 发育了罕见的 地表开放型 盖滑 卡斯特地貌 在此基础上 九寨沟地区的 年均气温 只有7.3摄氏度 低温环境中 水对碳酸炎炎的 溶解能力极强 加之多变的地貌 众多的湖爪 使流水在这里 能够长时间驻足 这使得 九寨沟流水中 溶解的钙含量 进一步伸多 九寨沟 位于高海拔地区 这里不仅日照强 而且温差非常大 无论冬季 还是夏季 都是如此 巨大的温差 为流水吸取钙源 为钙滑在水中吸出和沉淀 都提供了良好的 水化学热动力条件 万新南教授说 目前的九寨沟 夜间湖泊表层温度 在零摄氏度上下 这时水开始快速溶食 湖中的碳酸炎炎 湖水PA质值 一般在8.5至9.2左右 湖水中的重碳酸钙 浓度增高 到了阳光高照的五天 由于湖水温度上升 溶解于水中的重碳酸钙 释放二氧化碳气体 成为南溶的碳酸钙 大量吸出 作为钙滑 沉积在湖床上 或倒幅的树干表层 如此循环往复 水便如同一个魔术师一般 将沟谷中无数坚硬的岩石 转化成特殊的钙滑颜料 涂抹在大大小小的海子 激起周边 将整条山谷装点的超反脱俗 世间罕见 专家告诉考察组 像五花海那样出现艳丽多彩的颜色 除了满足以上条件之外 还有五花海水流平缓 水体清澈 湖底沉积的钙滑 聚集了均落和水生藻类 再加上水流中 还有从九寨沟周边地区的石灰岩中 荣有的少量煤铁等矿物质 植物与沉积的矿物质 共同加大了湖底颜色的差异 周边植物投射到水中的倒影等等 多种因素综合作用 使得一池湖水被点染的流光一彩 宛若七彩摇尺一般 在青藍高原与四川盆地过渡的这个湖形区域内 水不仅塑造了九寨沟的美丽景色 也成就了黄龙的自然仙境 它们奇特的自然景观形成的原因 有相似之处 但又有所差别 专家建议考察组 钱毛一个叫神仙池的地方进行考察 他说那儿的自然景观 正是因为缺少了水而变得面目全非 当地向导告诉队员 藏语称神仙池为嫩恩桑措 亦为仙女沐浴的地方 其主要景点分布在一条长达三千米 宽约三百米的高山峡谷区中 万信南教授带领考察组 向峡谷深处行进 大约一小时后 队员们来到峡谷 一处较高的山坡前 一大片黑色的岩石景观 出现在大家面前 这就是早期的盖花池 万信南教授说 他通过走访附近的村民得知 1933年发生叠西大地震后 这一地区地下水的水系发生了改变 水流改道 原本有水流过的冰石坝逐渐干涸 它这个水是很浅的 就一种特殊的一些植物 就扒着在面上长 等它干了之后 这些植物就死亡 一死亡它就黑了 这样的 死亡就变黑了 如果说按照没有植物的东西在里头的话 它是白的就照样 白的 就像大理石一样 那个纯白石 里头生物很多 你植物 植物杆杆 对吧 实际上这里头也有植物杆杆 这个是生物杆杆 万信南教授进一步解释 清城鞭石坝的重要因素之一的植物 如树叶 小树枝等等 在这一带的水流干涸后死亡 进而使得鞭石坝变成了如今黑色的模样 万教授告诉我们 因为过去流经紫树的水中 钙的含量极高 所以沉淀下来的碳酸钙的纯度也较高 固结后 鞭石坝才会较为坚硬 因此在水流消失后 鞭石坝才得以保留至今 如果说这个钙不存的话 它时间一过久了 它自然就脱落 就全倒塌了 所以你看这后面 后面这种移植 变化就很紧了 就是说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 它这个边之外 它水流下来 它不是说这个漫流 它在风吹的过程中 它形成一个个波浪似的 你看这就是水的表面 然后水的表面 这一层你看 中国古迹 也可能是上百年时间 这一层就又脱落掉 万新南教授指出 从这一带黑色的鞭石坝 遗迹可以看出 水对于鞭石坝的形成 巨观重要 而以地表 盖滑景观为主的黄龙 更离不开水 这个重要因素 水就包固的 都完全包固的 那只能是包固的 但是这个因素 其心怪物 它都要面面点点 都要到达 这个是很难做的 人类是很难做的 万新南教授 进一步分析 水不仅塑造了黄龙 犹如调色板一般的 鞭石坝自然体观 也是塑造九寨沟 拥有起立色彩的 众多海子的神奇之首 没有水这个因素 也就没有黄龙和九寨沟 神奇的自然景观 同时水的作用 还影响了历史上 松潘古城 茂州古城 以及周边极震的旋址 甚至于 这里保留下来的 丰富的人文民俗 以及这一区域 在人类历史上的 迁移历史 水都扮演了 至关重要的角色 因此探讨水 不仅是此次地理考察的需要 更是探索文明起源的 要事 推荐 4.5月1日 一日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